嗨,大家好,我是薰座主编悠哟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4月29日的12星座 运势 本人重要星象 月亮进入射手座 今天是方飞自我 状态happy的一天 周年一项星座有 射手座 双蚁座 双子座 狮子座 天蝎座 金牛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12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 四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能快速找准自己的定位 并高效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才能 以这种状态工作下去 距离升至加薪也就不远了 金牛座 四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与另一半的感情 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和他相处 甚至产生拜访他父母的想法 充分了解对方之后 接下来可能就会为婚姻大事做准备了 双子座 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的财运不错 注意放长线钓大鱼 为结合趋势做出一些投资 工作方面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再接再厉 领导就可能会注意到你的才能 巨蟹做三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切记 吃太硬的东西 以免伤到牙齿 工作方面建议兢兢业业 对待负责的项目 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下班后可以去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但需防止开销太大 双子座三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在职场上 如果犯了错误 要勇于承担责任 毕竟谁没有过犯错的时候呢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感激方面建议加强与另一半的沟通 而不是各自低头做自己的事 处女座四颗星 单身的处女宝宝今天桃花运不错 遇到心仪的对象 尽量抓住机会 忽然错过了 就很难再遇到了 工作方面可以尝试挑战自我 即使失败了 也不用太在意 当做积累经验就好了 天正座四颗星 天正宝宝今天在人际交往当中 切记与不熟悉的人 透露太多内心深处的秘密 以免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感情方面 建议给对方多一些关心和问候 天蝎座三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在工作中 可能会显得有些固执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相应的改变 随即应变 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感情方面建议加强沟通 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射手座五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与伴侣的感情 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两人正处于开始阶段 建议你努力表现自己 争取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工作上也同样要去主动抓住机会 切记瞻前顾后 摩羯座五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可能会加班到很晚 虽然有点累 但好在你的心情付出 最后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下班后可以和同事去放飞一下自我 舒缓工作压力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整体来说都比较佛系 对很多事情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工作是按部就班完成的 不会投入过多的思考 对待金钱也同样随缘 可能会有意外收入 但你也毫不在意 双鱼座四颗星 双鱼宝宝今天会产生投资理财的想法 建议多向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取经 今天上班可以冲杯咖啡提神 但不建议喝太多火太浓 以免晚上睡不着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 请不吝点赞转发